堂堂相国之女 成婚在即还与别的男子鬼婚 不但如此他还找来画室给他画像留念 时期看到如此香艳的画面想要离开 却被沈庆一姐姐的姓名要挟 让他看到什么就画什么 时期只好边看现场直播边做画 却不小心打翻了画笔 明王立刻警惕起来 却被沈庆用眼毛搪塞过去 事后沈庆表明自己会与将军退婚 那你准备用什么理由退婚 你难不成要直接告诉上上 堂堂相国之女相亲 与小汉胜已有婚约之计 还不是一本王心高潔之事 可我不爱她 明王说如果你真的爱我 就嫁入将军府替我做事 情急之下沈庆说他也有身孕 可明王并不相信 还说不知道有多少女人跟他说过这句话 明王走后时期拿着画交给沈庆 却被沈庆拽入水中 等时期请来时 他已经替沈庆嫁入了将军府 看着陌生的环境 时期赶紧起身寻找镜子 时期看着镜子中沈庆的脸不敢相信 一边跑一边找其他镜子 嘴里还说着我不是你们的夫人 而此时的将军肖寒生正在密室审问犯人 不巧时期误打误撞的也跑到了这个房间 又不小心触发了密室的机关 目睹了肖寒生杀人还被溅了一身血 直接晕了过去 而沈庆的哥哥知道他不愿嫁给将军 怕他多生事端命丫鬟杀了沈庆 就在丫鬟要动手的时候肖寒生正好赶到 此时的时期也醒了过来 头上的盖头被肖寒生掀开 此时时期才发现将军竟是他的救命恩人 也是他心悦之人 女画师被相国之女换脸替嫁 谁知阴差阳错嫁给了自己的心上人 奈何近在咫尺却只能装作不认识 却不知将军的心上人就是他 将军看着他眼角的泪滞 以及他说的话 莫名的有种熟悉的感觉 因为当时他救的那个女孩也说过同样的话 但因为不是同一张脸没有认出对方 双向暗恋的合法夫妻如今却只能分房睡 但他们离同房只差两个助攻的距离 晚上将军的养女来看他名义上的娘亲 认真地打量着时期 你惨了 我怎么了 你不是我阿爹喜欢的长相 怪不得他跟你分房间睡 哦 完了 你还呆呆笨笨的 他更加不喜欢你了 我 原宝 此时将军找了过来 原宝赶紧让时期抱他 并且将军怎么说他都不下来 因为他不想一个人去书院 无奈将军只能动手抱他下来 原宝却死活不肯松手 第二天审亲问时期事情办得怎么样 得知没有进展拉开他的手臂一看 手工杀还在 决定要帮他一把 晚上原宝继续粘着时期 还偷偷把将军叫了过来 不得不说这助攻也太敬业了 将军给原宝讲故事 结果把两人都讲睡着了 他小心翼翼的让时期靠在他肩膀上 萤火虫也跑了出来 这画面真是美爆了 不知过了多久 原宝在睡梦中扯了一下时期的衣服 正好露出了他肩上的伤疤 这个伤疤就是时期当时救他的时候留下的 将军质问时期到底是谁 这是宫里来人送来皇上赏赐的供酒 却不知沈庆早已买通太监 在酒里下了迎春谷 时期喝完酒后想要离开 将军对着时期来了一段深情告白 说这三年来没有一日忘记过他 时期却说他认错人了 将军说他的样子不是长在我的眼里 而是长在我的心里 时期终于忍不住奔向将军 这位将军昨夜刚与夫人圆房 今天就得知昨晚他被下了催情药 你现在是要和我说吗 那晚你是因为什么不才好 没错 显然将军听到这话不怎么开心 转身就走 那个药每个月都会发作一次 到时候要我们还是回避一下吧 再说吧 将军想不通时期为何要给他下药又坦白 军是觉得他是来寻找太子遗物的 便找机会拿出了太子遗物试探他 没想到第二天玉佩真的不见了 时期把玉佩交给宁王 宁王还以为眼前人是他的老乡好省庆 一把将人拉入怀中想要酗酒 吓得时期赶紧起身 宁王看到后一脸震惊 以为他是在狱情故纵 继续拉着他 没想到时期竟以死相逼 这下宁王急了 想要霸王硬上弓 时期绝望地流下了泪 就在这时一把刀架在了宁王的脖子上 回府后将军问他为什么私下见宁王 时期沉默不语 将军看到他脖子上还有伤就先离开了 二人之间的气氛也变得尴尬起来 没过多久将军就开始堵物撕人 终于等到了时期来找他 却没想到时期带来了修书 时期说是相国让他找太子的遗物 然后又把玉佩还给他 原来给宁王的玉佩是他找人仿造的 将军的脸缓和了些 接着把修书撕了 等时期离开后将军终于忍不住笑了 却不想时期又回来了 将军三次忘大了 已经原房的小夫妻如今却还分房睡 将军欲求不满却不知怎么开口 好在天宫作美终于等来一个下一天 将军以房屋漏雨 唯有把小娇妻扛回自己房间 你有本事夫妇 你得安心住下 那我睡哪儿 那我睡哪儿吧 将军没想到他千算万算 唯独算落了床榻 气得他第二天一早就叫人把床榻砍了 二人同房还没进展 不料封批王爷进前入将军府调戏将军夫人 还说把门打开更刺激 时期趁他不注意把他打晕 银王醒来时恍惚 看到一把剪刀对着自己 你打了我然后替我爆砸 王爷你小声点 你打了我然后替我爆砸 回来 时期说圣上可以容忍一个风流的儿子 但绝不会允许有一个与将军夫人有染的太子 王爷敢叹沈青好像换了一个人 却不知真的是换了一个人 时期让宁王从后门离开 并与他划清界限 宁王一激动泄露了刺杀将军的计划 原来他让杀手潜伏在难民区行刺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时期骑马赶到 将军迅速上马 可时期还是中了一剑 另一边宁王听到刺杀失败的消息 还没来得及生气就听下人说 不仅将军中了一剑 他的夫人也中了一剑 并且剑上有毒 宁王听到后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笑着笑着就把下人杀了 审亲发现宁王很在乎时期 故意刺激宁王 说将军夫人为了救他的夫君 连命都不要 却也因此惹怒了宁王 估计他也没想到 处心积虑的换脸 却把王爷越吞越远 将军终于得偿所愿 与小娇妻同居 每天黏在他的身边寸步不离 不但亲自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就连目光也不曾离开过他 还在换药的时候 对他百般勾引 就在将军觉得气氛 正好想要进行下一步的时候 十七还是顾虑自己的身份拒绝了他 将军觉得来日方长 无奈将军带着花到十七的住处送温暖 还与他商量不办婚礼 十七又感动又愧疚 拉住将军想要坦白自己的身份 但还是没有说出口 却被将军误以为十七要他留宿 而实际上将军得偿所愿 不久十七就有了身孕 十七让大家先不要告诉将军 不料宁王知道了开心的像个傻子 原来宁王想起沈庆说过自己有了身孕 喜当爹的大冤种 不但打点太医好好照顾他 还让手下到处去搜集补品 连跟他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 又派了两个手下暗中保护他 不料这护送搞得像跟踪一样 不但被十七发现了 还被将军轻松拿下 又给二人助攻一波 女人怀有身孕却不愿意告诉自己的丈夫 只因她是被人换脸替嫁 十七想弄清换脸的线索 在告诉将军怀孕的事 却不想在街上碰到了沈庆的哥哥 可十七根本就不认识他便继续往前走 沈庆的哥哥以为自己被无视了 粗辱地把他拉到宁王面前 这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踩了雷 宁王看到沈庆秒变脸 怕十七误会赶紧说这不是自己的主意 十七无意与他纠缠便要离开 宁王却拦住他想要听听肚子里的孩子 说着就傻呵呵地蹲下来 十七刚想说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这时却飞过来一个球 宁王怒气冲冲地问谁扔的 十七看到对方是个孩子赶紧拦住宁王 宁王快速调整好情绪 患上自以为友善的笑 小朋友 拿到别的地方去玩 好吗 我先走了 你慢点 喝什么喝 滚 那你先走吧 记得照顾好自己 还有我们的孩子 这里真的有些心疼宁王了 另一边的将军因为公务繁忙 已经好几天没陪他们吃饭了 晚上一大一小孩眼巴巴地等在门口 你夫君 我阿爹 真是个能让人牵肠挂肚的男 也不知道早点回家 家里还有 两个漂亮姑娘等着他呢 一直等不到将军回来 弗林劝他赶紧睡 不然将军知道了要训他的 十七只好自己先睡 没想到一翻身就看到了将军 男人收到了一幅画 打开一看竟是他夫人与别的男人的春宫图 而此时他的夫人也恰好来给他送养生汤 他一定不是真的神奇 将军 你这是 在做什么呀 我有急事 当我点喝 接着将军把画拿给军师看 军师打开一看吓了一跳 说这是我一个小小军师能看的吗 再仔细一看画上的人不是将军 感叹将军也太大度了 将军肯定的说他的夫人不是真的神器 但他困惑的是不知道对方到底喜不喜欢自己 幸好有元宝这个神助攻 看出将军为情所困 拿出了十七给将军的画像 还告诉将军十七第一次见他就一见钟情了 将军终于开心的笑了 对元宝说妇女之间应该讲义气 让他把十七说过的话都告诉他 之后将军把两幅画放在一起比对 发现落款是同一人 便找到银绣问十七的线索 将军夸起自家夫人滔滔不绝 又拿出画像给银绣确认 终于知道了自己夫人的真名叫十七 十七 心情大好的将军直接把十七的房门上了锁 然后等着十七来找自己 十七问将军为何把他的房门锁了 将军让十七帮他延没 还逗他说燕台有点远 让他到前面来 右手不太顺手换到右边 这是一本正经的调戏吧 将军想要亲吻小娇妻 却不料把人给轻吐了 将军赶紧找于一了解十七的身体情况 晚上将军陪着十七逛夜市 买了十七最爱吃的糖葫芦 十七刚要咬一口 随后将军便来了一个糖葫芦 这真是要填掉牙了 接着十七在卖长命锁的摊位停下来 将军心里明白却不说破 不料二人离开后长命锁却被宁王买了下来 而宁王后面又跟着喜欢他的沈庆 这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第二天将军就准备好了长命锁 还让军师准备一个精致的盒子 而另一边十七劝沈庆把脸换回来 沈庆说再帮他做最后一件事就换回来 十七又开始担心换回来该怎么跟将军相处 思虑间不小心撞到了肚子 千军一发之际被暗中保护他的宁王抱住 宁王赶紧把他送到将军府 然而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眼看二人就要打起来 十七终于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 知道真相的宁王借酒消愁 而另一边却是你蒙我蒙 将军说他很庆幸娶的是十七 并把玉佩给他让他去救姐姐 没想到沈庆竟想要杀人灭口 不料被宁王拦住 十七终于见到了姐姐 不料对方却说他才是真的沈庆 万万没想到 给十七换脸的人竟是他的亲姐姐 他小时候为了给十七治病被人骗去做兽马 吃了许多苦 为了抹掉那段过去才换了沈庆的身份 将军说明日一早 宁王的罪行就会传入宫中 如果能劝宁王进宫面圣 或许还能保住性命 然而宁王根本听不进去 连命都不要了只为见十七一面 十七知道宁王不是真的想要害他 让将军不要放箭 宁王也把刀换了方向 然后问十七的真名以及他的喜好 最后一个人 你可只有一个 那么只有一个 谁有的苦 没有 王爷 你还是跟紧紧的全面界身上的 你可忍不是真的心情 你可忍不了枪 我是确定不会是错的 快坐着他他要自清 住手 宁王自尽十手里还握着长命锁 审庆悲痛欲绝 对十七说这张脸下被子再还你 然后就去陪宁王了 一年后十七生下女儿 取名为福宝 但十七看到元宝和福宝 就会想起阿姐和他的孩子 将军说也许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很好 然后去给他们买趟葫芦 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雪 蔳天沙 对展示他们在困惑 你 像你 尽 瞒还愣 你 是你的世界 陈葵 挡着你一样的面容